发菩提心能够激发众生的潜能 精进用功修行 佛的教诲是我们最大的能量 菩提心能激发众生的潜能 为救度众生我们要全力以赴 让众生发喜充满 佛的教诲就是我们最大的能量 菩提心也是我们最大的 就是会潜发我们的潜能 为了救度众生我们都要全力以赴 就不以余力的应该要去做的 而且大众听到大乘佛法 听到大悲咒发菩提心这样的大乘精神 每个人都肃然起敬 发喜充满 都愿意来学习佛陀的慈悲与智慧 这也是就是说大众的欢喜心 也是让我产生更大的力量 觉得这样的生命是很有代价的 很有意义的 应该努力去做 为了使所有众生得到安乐 除一切病苦 得寿命 得富饶 得除一切所有的恶罪 远离一切磨障碍困苦 成就清净的功德 成就一切所有的善根 远离一切的恐惧害怕 树能圆满一切所希望所求的 因此观世音菩萨请求世尊向大众宣发 而宽如法师给予这种慈悲精神 也在世界各地努力弘扬佛法 史方新闻 黄慧如黄开节 彰化采访报道